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人接到了的这类电话不止次数 这类电话数量大增 是因为可及进步 任何人只要用互联网电话系统 就可以不到一分钱的假格波 打无法追踪的电话 比如2016年在麦埃密一间公寓 就有这样的业者连到墨西哥波打中心 三个月之内波电话给9700末人 最后才被联邦政府关闭 罚款或记录达1.2亿元 联邦法律规定用自动电话拨号 系统和预议 延续 袭退销商品 必须取得受方同意 否则就是违法 自15年前的空协决来电 登陆清单 RDQUUO DONETCHIRO REGISTRY成立以来 联邦已对为白者 提告并赢得15亿元以上的罚金 并鼓励此种APP的开发 同时也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申诉扰人电话 但自动电话业者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饿实 去年就已有次 务实墨建投诉案 比前年多了近三分之一 因此不能完全指望政府 尤其不法业者 根本不理会规定 一老人或移民和小企业等比较脆弱的人口为对象 光去年美国人引电话价片按损失 就达95亿元 该如何应付这类电话 最好的方法是用封锁来电音 用城市拦截黑名单上的电话 也有一家 ROBOKILLER用机器人接电话反制 接到老人电话 可向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通报其号码 听播888-225-5322 分析号码4 或向联邦帽 一委员会FEDERALPRADECOMMISSION举报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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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